大家好,歡迎收看AEA頻道 相信大家想去旅行 想到好似望穿秋水的感覺 是不是都好掛著陽光與海灘 有得上山下海 又可以體驗一下異國風情的地方呢? 第一時間大家可能想到是泰國 不過今集內容就不是介紹泰國 究竟會帶大家去哪裡看呢? 好,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出發,GO! 這裏究竟是哪裡來的呢? 好快就會跟大家開估了 答案就是 菲律賓 今次要去的這個地方 就叫做阿曼普羅 如果你想找一些 私隱度比較高的 陽光與海灘的地方 這個地方真的不要錯過 那要怎樣去呢? 去到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之後 是 需要再轉成 小型的私人飛機 這個地方 其實很多娛樂圈的明星都冒名而來 所以 這裏的私隱度相當高 收費當然也比較貴 對啦 只是住宿一晚 都要成港幣大概 一萬二千多元 但是呢 如果去到可以 幫你換來 一段 終身美好的婚姻的話 可能你就會覺得 都不是很貴 那這裏 我們已經來到 resort的房間 房間外面有一個超大的露台 來這個地方 通常來不開都是 情侶或者 剛剛結婚的 過來Honey Moon的居住 這個resort都很貼心的 進到房間已經準備好一些 snacks 放了在桌面 房間也有咖啡機 可以自己 沖咖啡來喝 浴室相當大 浴缸也放在浴室的中間 可以慢慢享受一下 至於這個resort 有些什麼設施呢 裏面其實有一個會所 會所裏面當然就是有些fine dining 其實吃飯的地方可以選擇 在沙灘那裏安排一個 BBQ 除了吃飯之外 當然有地方可以讓你游一下水 不過 你都未必會在會所裏面的游泳池游 外面有個一望無濟的大海 而且配有這個雪白的 白色沙灘 你又怎會捨得 留在會所的泳池呢 不過 為了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介紹 所以我們 都是會帶大家入一入來會所 看一看他的泳池 泳池 泳池游泳有泳池好的 看一下 都是相當之不錯的環境 在會所裏還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他都有個專門給小朋友的launch 所以一家大小過來都相當之適合 小朋友在launch裡玩的時候 兩夫妻可以趁這個機會出去 享受一下他們 久違的 二人世界 那這家小朋友玩的地方就在房間要落一層 穿過一個長長的走廊呢 你就會找到這一個地方的啦 小朋友在這兒安頓好 這個熱人世界啊 才沒有任何的顧慮嘛 嘍嘍 對了對了到了到了 就是這一個地方啦 看看夠不夠 小朋友玩先 地方就不是說好大 不過呢 都夠他玩的啦 我們剛才都說到啦 我們剛才都說到啦 你是可以選擇 直接在這個 水清沙友的沙灘那裏 享受你的浪漫晚餐的 吃飽飯又有什麼做呢 女士們當然最愛做一個spa 剛才就是spa room 然後呢 帶大家看看沙灘 這個才是個重點 這個沙灘其實有什麼特色呢 剛才說到啦 私隱度相當之高啦 因為要坐私人飛機才會進來的嘛 所以呢 這個沙灘呢 特別乾淨的 你看到它的沙呢 真的好像雪那麼白的 那些水又不用說啦 直接清澈到 好像泳池水那樣的 所以接下來介紹呢就是 非常之適合的 潛水活動 除了潛水之外呢 都可以玩這個獨木舟的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懂得 潛水的嘛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個 潛水的愛好者呢 這個地方呢 你真是玩到不捨得走 因為在水下面的世界 簡直就是 天堂呀 那些魚呢 直接好像發光一樣 那些魚的顏色很漂亮呀 那些魚的顏色 如果不太會游泳呢 也不要緊的 其實可以抱著水泡呢 做些浮潛 即是帶著尾鏡 浮在水面那裏 探頭下去 看一下 水下面的世界 除了剛才說 看到一些好像會發光的魚呢 這裏出了名呢 就是很多的海龜 那見不見到呀 我們找到一隻 好大呀這隻 好厲害呀 海龜之所以特別呢 因為那個龜殼呢 那些花紋特別多呀 而且呢 它的手手腳腳 是特別大呀 那除了潛水之外呢 都可以呢 出海釣一下魚 不過那些魚這麼漂亮呀 我就不捨得釣呀 真是 講下 有什麼好吃呢 那來到陽光耳海灘的地方 可以叫薄薄呀 水果呀 當然當然 最重要當然是有 海鮮呀 正到爆呀 疫情呢 已經運了大家 兩年了 所以呢 花多點錢 給自己放縱一下 我都覺得不是很過份的 希望大家可以 訂閱 點贊 留言 分享 拜拜 給我 給我 給你 看 你說 就 別 我